从创造101出道的火箭少女成团没多久 居然有成员要退团了 退团的有三人 分别是当初拿了第一名的孟美琪 第二名的吴泉宜 以及第七名的子宁 神奇的是 昨天火箭少女的官邦微博 才表示 十天后要举办 火箭少女101首章专辑发布会 没想到才一天过去 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在公司撰写的成员退团声明中 表示退团的其中一个理由 是腾讯超负荷给他们安排工作 而第二个理由就是吴轩宜 孟美琪所处的乐华娱乐公司 本来想让他们出道后 兼顾原本组合宇宙少女的活动 但腾讯不让 乐华娱乐在深知器与精神的要义下 不得不让成员退团 也许是因为第二个理由 孟美琪 吴轩宜所属的乐华娱乐 在创造101结束后 跟腾讯的关系一直都不怎么好 草家退团新闻出来之前 就已经有发布会又泡汤的消息传出了 为什么是又呢 因为火箭少女上一次的成团 发布会并没有办成 想必也是乐华娱乐跟腾讯没谈 乐华干脆就不让孟美琪和吴轩宜出席活动了 这一次退团 据传也是乐华娱乐直接带走了孟美琪和吴轩宜 单方面宣布解约 看到这里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乐华娱乐把捧不红的孟美琪 吴轩宜送去参加腾讯的创造101 等他们火了 出道了 公司也想利用他们转钱 谁知道腾讯不让 最后干脆跟腾讯闹解约 乐华这样做 真的深知器与精神的要义吗 其实之前乐华娱乐跟腾讯已经就这个问题 正面杠过一次了 上个月乐华说 吴轩宜和孟美琪 日后会并行两个团的活动 但腾讯则表示他们在合约期间只会以火箭少女的身份活动 巴先生相信 练习生参加节目前跟腾讯签合同 签的应该都是歌列合同 意味着练习生出道后并不会同时以两个团的身份活动 毕竟韩国原版节目也吃过这个亏了 并行活动会产生很多问题 后来孟美琪 吴轩宜的微博名字 同意从创造101宇宙少女孟美琪吴轩宜 改成了火箭少女孟美琪吴轩宜 当时巴先生还以为腾讯在跟乐华的较劲中胜出了 谁知道到最后 乐华居然选择直接和腾讯闹败 其实从偶像练习生结束后就可以看出乐华娱乐的做法一向都不厚道 爱奇艺在做节目前并没有跟所有的娱乐公司签割列合同 所以成员们出道之后同时并行 N个团的活动都是被允许的 不签割列合同会有怎样的后果 看同偶像练习生 出道的NINPRCENT就知道了 NINPRCENT的九个成员中有三个都是属于乐华娱乐的 范诚诚 Justin黄明浩 朱正廷 NINPRCENT都出道四个月了 还没出专辑 还没搞团体综艺 难道是不想圈钱了吗 反观另一边 范诚诚 Justin黄明浩 朱正廷所属的乐华妻子 早就想先出专辑了 这就证明 出专辑并不难 难就难 在乐华和爱奇艺有没有谈拢 没谈拢的后果显而易见 直接导致NINPRCENT的九个成员 无法全员地提去完成一件事 比如某牛奶明明 请了NINPRCENT代言 但最终海报上只出现了六个人 而缺少的那三个正正是乐华娱乐的 爱奇艺没签割列合同 所以成员一下子出席 A组合的活动 一下子又出现在B组合的见面会 导致NINPRCENT团不像团 如今乐华让孟美奇 吴轩一退团 火箭少女一下子就成了杨超越做CEA 更是团不像团了 其实看得出 腾讯在火箭少女成团后 是花了不少功夫 经营的 起码每一个工作都是提高曝光量的 出道没几天 火箭少女就得到了在大型晚会表演的机会 湖南卫视毕业歌会和跑男嘉年华 演唱开心麻花出品的喜剧西红柿首富的插曲卡路里 带眼睛拱门某款新品 上遍各大杂志 此外 火箭少女还要练性格 陆宗一 拍各种宣传照 接受采访等工作 这些都是当红艺人的常规工作 可在乐华娱乐看来 这就是不合理的工作安排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拿出杨幂来举例子了 虽然杨幂乍圈 打手机 拍烂片 但她在还没成一线女星的时候 为了争取曝光的机会 是可以拼到一年拍十一部戏 包括可专 五天只睡十小时的 虽然这样拍戏很没有质量 但在杨幂看来 她怕的不是累 而是没有机会 不管谁对谁错 孟美琪和吴宣一的退团 绝对会影响他们接下来的资源 毕竟乐华娱乐近期一下子得罪 爱奇艺百度控股70% 腾讯 也就是三大互联网公司BAT 得罪了两个 谢谢大家